丰收清晨甘露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诗篇五十一篇十五节 语言的表达是人与人沟通的一种方式 无荣爱的语言作者Gary Chapman 将人表达爱时所使用的语言 归类为五种 第一种是肯定的言语 由一对夫妇从前来 寻求心灵十八释放一致的祷告 因为经济以及儿女的教养问题 他们的生活几乎是形同陌路 妻子不断地指着丈夫的过去 又因投资失败拖垮了整个家庭的经济 时后丈夫因愧疚而变得默默寡欢 任由妻子百般的数落 儿女厌烦母亲怨天友人 而变得反叛及逃避 常年在亏欠压抑以及逃避里的丈夫 不多话地卷曲在一旁默认所有的控告 在我过去的服事以及接触的个案当中 她的表现令我惊讶 因为除了受过虐待 以及被错误对待的小孩成有这样的行为特征之外 正常的成人却比较少见 其实人一生下来就希望毫无保留地被别人认同 讨别人的欢喜 然而一味地被所爱的人批评论断的时候 就会渐渐地失去自信 甚至会厌倦生命 所幸的是在婚姻的尽头找到了爱的曙光 同时他们也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肯定 日后妻子开始学习认同 接纳 赞美 没多久 当我们再一次地回来 见面的时候 这位弟兄截然不同地脱胎换骨 从他的眼神中 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喜乐 以及自信 亲爱的朋友 不知道你是否留意到自己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 是正面是积极的 或是负面消极的 是赞美是肯定 或是批评及论断 建议你 不妨从最亲的家人眼光中 以及他们的反应 来省察自己吧 上帝教导我们 要用嘴唇赞美他 同时也别忘了 赞美是拉近与人距离的两方 盼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帮助你 愿上帝赐福您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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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美